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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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人 丢失街巷六艇 五月二十四日 潮山铁路线被破坏 造成我军军裂脱轨 死亡二十七人 五月三十日 山本少佐 在朝阳城里被暗杀 各位 朝阳城是联系我军前线 和后方的重要估计据点 今日 这仙四军的打击 不但没有见成效 反而愈演愈烈 军用屋子被劫 铁路被炸 情报外泄 军官被暗杀 作战旅战旅白 你们 演这就是一群废物 办当 你 打 打 你是负责治安的指挥官 皇军的脸面 真是叫你丢尽的 你改当何罪啊 四官 属下失职 愿意受罚 嗯 从今天起 你被叫为少佐 再有事物 军场处阵 无论 你 四位 我们都是 大日本帝国的将士 如此战绩 我炎灭扫地 我无法向军部交代 皇军的装备精良 定然无法对付 小小的新四军 和地下武装 我当 枉为帝国武器 现在我宣布 从今日起 成立之特战队 消灭国侠区的新四军 和地方武装 司令官 属下愿意承担这次的责任 你应该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吧 赤板龙一 日本陆军军官学校高材胜敌 这局特战队就交由赤板军全权指挥了 日后 部尉必须要全力不讲条件的配合 明白 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们是不是觉得赤板军过于眼轻 心里不服啊 赤板军 赤板军 属下不敢 你们还不知道 赤板军 是土匪员贤二将军的得意门生 而且是 黑龙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你们不要看他温质彬彬的 其实赤板军的武艺高强 他是空手道 黑带七段 但是我专门从军部请来的高材 你们很快就会见到 赤板军的真本实弹 将军过运了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赤板军已经亲自挑选了十多位 身手了得的武士 独成的这支 就叫赤龙特战队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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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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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来救我 老三 快走 快走 走啊 我也扑你 你快走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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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把肚子给我抛开 通通拿出来 快快快把火盆拿过来 快快快快快快快 赶紧走快快快快 还进来快点都拿过来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field 煞煞煞煞 煞煞煞 煞煞煞 Hot Tep 煞 aaah 煞惨 煞 快快快 救命 救命 非常好 这次剿灭了朝阳城中 地下党的情报工作 这是我皇军一年来 少有的大胜利 这次胜利 赤板军鞠躬之危 不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 司令客气 有了赤板军的家盟 朝阳城一带的抗日力量 很快将会会飞烟灭 诸位 捣毁几个抗日分子和地下联络战 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 为了我帝国的胜战 我们应该尽快地 去消灭新四军 司令 我已经查到了 新四军第二十六团 所藏匿的位置 我想带着特战队 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赤板军 难得有如此大的信心 好 左腾军 你带一个大队 另外加上黄蟹军 协助赤板军 不 司令 我想一个特战队 加上熟悉地形的黄蟹军 就足够了 你 赤板 不要以为你破获了共党的地下联络战 就大言不惭 新四军的二十六团 那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 要知道他们可是个正规团 而你的特战队 就十几个人 加上真击队 也不到四十人吧 如果真的让大部队出动 那新四军不会没有察觉的 司令 既然是偷袭 那就应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请放心 我这次一定完成任务 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 我愿意以军阀出阵 座藤军 我敢立军令状 你敢吗 好 你要是真能你那十几个人 破了二十六团的团部 我切斧赔罪 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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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是 啊 太军 查清楚了 新子涓就有一团部机关 今儿晚上就一个警卫牌 六神不到 就在后门石胶村住着 好 知道 那我们就定在今天晚上两点钟开始行动 因为这个时间 正是他们属于防备的时候 师爷 你赶紧带着人马 去堵住他们的所有交通要道 师爷 你带几个人去端掉他们的警卫团 是 我负责告定他们的警卫团长 对吧 就什么定了 一赢 一赢负责打主攻 在山谷前面埋伏 二赢挡右耳 把鬼子往山口里边引 三赢负责扎口袋 等鬼子进了我们的口袋阵 就狠狠地打 是 团长 我说这好事怎么都是一赢的 怎么着 你小子有意见 我当然有意见了 行行行 等达了圣仗少不了你的功劳 你看 团长 这段日子啊 咱们连番作战 弹药也补给不上 伤员增加很多啊 战士们都很疲惫 要不等打完这一仗 咱们修整一下 我说赵大哥子 才打几仗你就给我装熊啊 谁 谁说我装熊了 不给鬼子施加点压力 后方怎么办 告诉战士们 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我们也不能让鬼子 从咱们团的地盘上通过 是 一寸山河一寸血 坚决完成师部 交给我们的任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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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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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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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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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小鬼的偷袭了 他奶奶的 老子没去找他 他都送上门来了 打他娘的 团长 团长 给我打 跟我来 上 快 快 跟上 快 快 大家不要乱 注意 注意 不要乱 快 团长 快 快 你们俩给人出好事 快 小鬼子 来吧 爷爷在这呢 没想到小鬼再来吧 干嘛 都别动 他已经没有子弹了 火捉他 上 我跑了 小鬼子 和爷爷一块杀戮啊 想不到 他还算是条汉子 走 是 报告将军 我们奉命去突击新四军第二十六团团部的战斗已经结束 我特战队员有五名受伤两名牺牲黄邪军下属针机队牺牲六人 我们一共歇灭敌敌人三十七米 现在二十六团的团部已经被我们捣毁 敌人 已经溃不成军 四散逃跑去了 你做得非常好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你们的战斗能力会这么强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会给你激上一弓 激上一弓 多谢将军 赤板军 是我小看你了 左腾军 你现在欠我一条命了 现在你那条命 就算是我的了 少族 今后只要是你的命令 我在所不测 好 有了赤龙特战队 我们就如虎天意了 消灭朝阳城的新四军 知日可待 岂有此理 鬼子竟然如此地狡猾 连番地袭击我阵地 杀我机要员 迫放我地下交通站 还敢偷袭我的团部 架下去还怎么了的 一定要打压鬼子的嚣张气焰 师长 我们能不能也狠狠地抄他们一下 先别急 这个仇 是一定要报的 但是 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 鬼子那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 这小鬼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天明 谈一谈你们真上的情况 好吧 我们在第一时间去了石桥村的现场 询问了一些幸存的统治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 第一 小鬼子这次偷袭啊跟以往不同 他们非常会利用地形 很善于打伏击仗 好像是受过特殊的训练 第二 从地上发现的档壳来看 小鬼子应该有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子弹 还有武器 这种武器应该是一种大口径的 有很大杀伤力的狙击步枪 这种步枪在小鬼子一般的队伍当中 应该是没有的 是特战队才用的 第三 我们几个被杀的同志 在被杀的时候 似乎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从刀口来看 杀手的动作非常的迅猛 应该是职业杀手 第四 从一营长身上的刀伤来看 杀他的鬼子相当残忍 应该不是一般的特战队小兵所为 原来是这样 看来朝阳城鬼子还是来了救兵了 报告 报告市长 军部绝密电报 同志们 根据军部的可靠情报 朝阳城里的鬼子 还真是来了救兵了 从日本来的赤板龙衣兽族 带着他的部下师爷 外号黑虎 石垣 外号铁虎 号称是一龙二虎 今日来到了朝阳城 成立了一个叫赤龙特战队 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他们干的 他们的身手和作战能力 都是非常的好 军部告诫我们 绝不能轻视这支特战队 一龙二虎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知他们 任他们横行 不 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 绝不允许鬼子横行霸道 是 我们要以奇人之道 还之奇人之身 是 师长的意思是 我们也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 和他们对抗 你们的意见呢 我看行 这不是人选都是现成的吗 你说的是 最佳的人选就在我们面前 叶天明同志吧 没错 非天明莫属啊 好啊 昔日凤凰山游击队 屡历攻击的 现在对抗鬼子的赤龙特战队 我看哪 这聂营长啊 就是最佳的人选啊 是 感谢师首长队伍的信任 对 虽然小鬼子来势汹汹 但是我有信心可以战胜他们 聂天明坚决完成任务 好 你有信心就好啊 聂天明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其实 我的要求很简单 让我的老队员归队就行了 我答应你 通知部队 聂天明所要的任何人 歌团 无条件发人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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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你们一定要记住 药领就在腰 还有这手腕上 记住这个 而且练好基本功 就能练成我今天这样 练吧 好 好 好 来来来来 莫可连长 来来来来 怎么了 有人找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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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人 你怎么知道电闻的秘密啊 报告 刚刚说到一段奇怪的电闻 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组 我看看 叶队长召我归罪呢 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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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位是陆有为 他擅长的是昆仑派的拳法还有棍法 他速度快 力量大 可是一员虎将啊 首长好 好 这位是苗香二 他擅长密码发爆 而且他的剑术还有枪法 都是一流的 哈哈 好啊 巾帼不让须眉啊 哈哈 首长好 好 这位是无鹰 侦察连的牌掌 他最擅长的是炸药 他喜欢给小鬼子扔个大的 首长好 好 这位是蔡彪 他最擅长的是无鹰腿 他出招于无形 而且他非常的足智多毛 他会说日本话 对 叶队长 你太夸奖我了 敬礼 好 这个傍小伙儿 他叫柳飞 她的绝活儿 是飞锁 他可以利用飞锁飞檐走壁 如律平川 首长好 好 这个小丫头啊 她叫柳禅 她是柳飞的姐姐 原来你就是柳禅啊 首长好 好啊 首长 不认识我 不认识 不过啊 他的名字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对啊 而且我们还知道 韩宗商员喜欢你来治疗啊 谢谢快奖 好 欢迎大家 你们的到来让我充满了信心 我现在宣布 新四军猎豹突击队正式成立 天明还是你们的队长 你们这一路上 想必都已经听说鬼子的行动了 你们这一次面对的 将是比以前更加心狠手拉 更加狡猾的对手 所以任务非常的艰巨 你们要像猎豹一样 极致 勇敢 迅速 一定要团结合作 坚决地完成任务 是 请狗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天明啊 下面把具体任务给大家交代一下吧 这 队长 到底什么任务啊 同志们 现在城里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小鬼子 叫赤板龙衣 打标 on 收到 天明 都许多份 他们幻想没~! 让你摇esta 睡过她 Favorite 视频 听見 知道 用 遠 我觉得 弱子 第一个任务就是夺回香河镇 队长 我们为什么要夺回香河镇啊 我们在那里会不会碰到赤板龙衣 香河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现在落在了日伟军的手里 为了百姓们不再受苦 也为了我方的战斗需要 所以必须夺回香河镇 在香河镇 我们不一定会碰上赤板龙衣 但是只要我们夺回了香河镇 赤板龙衣肯定坐不住 到时候我们就会交手 老乡们 乡亲们 大家都安静了啊 听好了 从今天起 香河镇就有皇军和我们黄歇军管制 大家不要怕 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 从今天起 你们将过上比以前更好的日子 只要你们对皇军忠心 就会有房有地 有吃有喝 而且还有大把大把的进票 但是 有谁敢敢暗藏对抗日本的新 或者是我藏其他的新四军 或者抗日分子 就要被强力 听见没有 皇军就是亲爹 皇军的话就是圣旨 现在大家都给我喊口号 大日本帝国万岁 皇军万岁 这真的要说吗 喊哪 大日本帝国万岁 皇军万岁 这 这 都这么哑巴了 都这么哑巴了 打着 不喊就死了咋地 喊 快 大日本帝国万岁 皇军万岁 大日本帝国万岁 皇军万岁 哎 吴宗汉这老小子跑哪儿去了 这 他也不把皇军放在眼里了 我来去找他 有人没有 人哪 哎 有人没有啊 有活的人没有啊 王队长 王队长来韩社有何贵干呢 哎 你一族之掌啊 刚才镇上开大会 你为什么不去啊 害得老子在皇军面前 没有面子 老朽身体不适 王队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好 爽快 嘿嘿 那我王某人 就跟吴老爷子说的说道 嘿嘿 你们吴家久居以此啊 也算是民门望族了 哎呀 现在这个镇子啊 是朝阳城的门户 有地处交通要道 皇军要长期在此驻扎呀 所以以后啊 还得请吴老爷子多多配啊 带老百姓多多支持啊 啊 这跟我们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是没什么关系 可皇军看上这儿了 皇军要长期驻扎在这里 那这有关系了 那你们想怎么做随你们的便 跟老朽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哎呀 这句话不能这么说嘛 你看这镇子上九成以上都是你们吴家宗亲 你又是一族之长 以后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还真得跟吴老爷子多合作啊 啊 镇子已经被你们占了 我跟你们没什么合作的 要怎么样 你们看着办吧 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嘿嘿 现在啊 皇军缺粮食 你务必在明儿晚上之前 筹集一万斤粮食 王队长 今年粮食收成本来就不好 老百姓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要让他们把口粮都交出去 他们怎么活呀 难道你让他们都饿死吗 吴老头 你识相点好不好 这是筹集军粮 皇军可都是急脾气 收不着粮食的后果 你不要我再说了吧 你自己去想办法 明天我来取粮食 到时候如果取不到粮食 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那是要扶人的 走 你自己去想办法 你自己去想办法 来 在那我便想 啲弹 敌人就在那前方 十四腹沙场 四方沙漠无穷尽 天地正义与我同行 分离高阁寒天地啊 凹几万重山 天苍苍 夜茫茫 浩几根长 狂风起给我力更强 风啸啸 路遥遥 万里长 再见难也要闯 马儿装 马儿高 起雨飞扬 本千里为无证八方 听起胸 抬起头 做浩� 英雄再起破千冠 四方沙漠无穷尽 天地正义与我同行 分离高阁寒天地啊 凹几万重山 三方沙漠无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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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沙漠无穷尽 三方沙漠无穷尽